现今男女普遍晚婚晚生育 等到真正想要孩子的时候 却碰上了超龄或者是不孕症等等的问题 而有不少人就会到妇产科求诊自费 靠着人工生殖技术来达成愿望 但下这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对此云林县政府卫生局就宣布了 明年将编列预算补助施行人工生殖技术的夫妻 这每一对最高可以申请到2万块钱的费用 现今的男性女性为了拼工作 多数于30岁至32岁结婚生子 而有些人更因为无法在刚结婚前几年就顺利怀孕 产生不孕症 得选择做人工生殖达成生育愿望 对此县府宣布 明年元月起将推动人工生殖试管婴儿技术的补助 全台湾约略不孕症的夫妻大概10到15% 就是7对将近会有一对就是会有这个生小孩怀孕的问题 我们提供每一对夫妻他2万块的一个补助 那也非常感谢台大医院给予95则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少子化 那如果能够透过所有的医学 所有的这些科技来协助的话 我相信可以减轻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负担 也可以让他们增加生育率 人工生殖技术分为试管婴儿及人工受精 人工受精用药量少不必麻醉 是较简单的不孕症治疗方式 而试管婴儿因为需要服用药物 与进行体外人工受孕 相对经济负担大 因此县府推动的补助109年率先上路 协助50名有医院的人接受人工生殖技术 那我们初期是以这个补助这个排卵药 还有就是胚胎植物数 大概每一年一对就是2万块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109年编列有50个名额 那当然我们会依照这个未来执行的情况 如果县民的需求很大的时候 那县长有承诺就是会再加码 医师更建议想生殖的民众 得趁早把握黄金年龄 如果超过35那我们就会考量到 这个卵子的品质啊 卵子的库存量都是在 慢慢的就显著的下降了 好讲比较保守 慢慢的就显著的下降了 就显著的下降了 那这个时候譬如说到38岁才来动卵 有可能一次动的科数比较少 第二个年纪38岁 它有可能你动的比较少之外 它品质好的比例也比较低 到时候就会这个事倍功半 除了人工生殖技术 现在还有人会选择动筋动卵 但医师也提醒 这得把握黄金年龄时来做 才不会错过想生子的愿望 即使成为云线采访报道